高國豪 這邊怎麼樣做安排 因為在板凳上還有另外一位勞倫斯可以用 教練在底線 上個賽季的後半段 像小白 關達佑 李家康 甚至張正牙都獲得了很多的上場時間 分球算是打成了一個跑轟的球風 也跟過去非常的不一樣 歐師傅要到犯規 因為他的經驗真的不錯 我會去解讀防守者 像這一球知道 高國豪 在包夾狀況之下要到了犯規 昨天的比賽高國豪個人攻下了20分 四次的助攻外帶五次抄截 在去年這邊是有身材優勢 手舉起來很難打進去 而且至少身高來說是 比田皓還要高 來看一下高國豪 哇這個Hard Foul直接放倒了高國豪 然後 在他們的後衛線上其實 經驗值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短板 嗯 像是他要邁入職業生涯的第二個賽季而已 Loris的存在感目前為止算是蠻低的 跳出來接應 沒有地板給球 找到高國豪 電鋪之後再做一個小球 這兩天 現在的洋將 雖然Arteno還沒回歸啊 可是 克拉也好或是布朗 都是佛朗啊佛朗 佛朗 5號 變速之後再交給王子剛 他的熱區 工程師就會越縮越小 張鎮牙目前外線兩頭兩中 高國豪能夠懷疑顏的 今天 他這兩天的狀況真的 這個 全形的洋將 融入的進度啊 是有點緩慢的 國朗 交給國豪做一個假動作 帶一步在中距離急停命中 嗯 這一個暫停一開賽就獲得了效果 今天不是他擅長的 國豪 傳球找到外圍的王子剛 都找這種比較長時間沒有出賽的洋將啊 這就是會讓人家擔心的一個點 他的體 你相信本來找 勞恩斯萊應該也是 看到他的能力啊 哇 高國豪的三分 來看一下高國豪 後側步急停跳投命中 對 這是靠個人能力啊 對 高國豪再把球權拿回來 拉幹之後找到施妍中 再注意時間 六秒鐘 高國豪的出手命中三番球 高國豪跳起了三千五 哇 oh my god 高國豪的歡呼聲 同樣都是在籃球的右側邊啊 哇 好 一個背後運球已經沒有時間了 用左手拋投 他出手大家都會怕 我這球我還好 我還好 我還好 就算你應該輪不了 那但是這個位置 你還好 你還好